近日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发布了一段声援中国抗疫的视频 2月15号 葛国瑞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独家专访 谈及此前发布视频的初衷 他说 希望借此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人们表达关心 对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哀悼 对所有患者表示祝福 并向抗击疫情前线的所有工作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我当然仅代表中国美国商会 对中国人民想说我们都是站到一条线上 我们都在一起做抗击疫情的工作 我们都希望我们一块过得平平安安 据中国美国商会官网消息 自疫情爆发以来 该商会会员企业为武汉等地捐助了大量物资和现金 物资捐助包括个人防护装备 医疗设备 药品 消毒剂和清洁用品 物流服务 保险等 许多物资是从中国境外运抵武汉的 我昨天的数字已经是可能有将近4.6亿人民币的捐赠 这个还不包含有部分公司的是提供一些免费的一些服务 我说的就是物资和现金 但这个数字其实也只代表我们一少部分的企业 曾在中国经历过非典疫情的葛国瑞说 他非常认可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 我们非常赞赏中国政府面对抗击疫情的这些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措施 这个是毫无争议的 因为确实是下了蛮大的力量了 来面对这个危机了 这个倒会给我们就是补充信心 对于国际上一些针对中国的批评和歧视 葛国瑞表示 新冠病毒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 在完全不了解这种病毒的时候 人们难免会恐慌会反应过度 但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该看到 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他认为各国媒体应承担起责任 要避免因信息误传而导致误解 他强调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 共同抗击疫情 在葛国瑞看来 团结不仅体现为向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 还应该表现为配合各级政府 有序恢复生产 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企业也一直配合政府的要求 做复工的这些努力 因为怎么样能够支持员工 怎么样能够保证有防护用品的用量 怎么样能符合国家的要求 做交通运输物流供应链的工作等等 所以其实大家也就走到一起了 去抗击疫情 从建议来讲的 这些若干的措施 若干的政策 越统一越好 谈及疫情给中国经济 在华美企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冲击 葛国瑞表示 目前预测疫情 对今年全年经营状况的影响 还为时尚早 这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疫情什么时候得到控制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也一直在调整 一直在发展 现在消费占的比例也更大了 所以现在在疫情 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段来说 这一块就受了蛮大的影响 对吧 但是呢 疫情过后 那一样的就是这个内需的这个力量 就能再上来能恢复 葛国瑞透露 从商会会员企业高管们的反馈看 在华美企依然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 担忧情绪还未显现 从全球角度看 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也将持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葛国瑞表示 他本人与商会均不支持美中脱钩的观点 贸易争端不应导致美中脱钩 疫情同样也不应触发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支持脱钩的这个想法 我们认为其实中美两个经济体 这个是一定会继续一起走 也应该这么走 所以我们美制企业当然是不希望有脱钩的现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